好这个确诊者是不断的攀升 那5月31号玉璃镇公所就办理了捐赠仪式 华联市的全新制面厂捐赠公所300包的2公斤百米 玉璃公所将转赠给需要的确诊者的弱势家庭 确诊者人数不断攀升 5月31号玉璃公所办理捐赠仪式 华联市全新制面厂捐赠公所300包2斤百米 玉璃公所将转赠给确诊的弱势家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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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玉璃公所协助让这些物资送到 我们玉璃镇需要的民众的受伤 玉璃镇长表示目前疫情还算是严峻 也担忧部分确诊者没有家人陪伴 所以这是很感谢各方的善心人士 能够在这段时间发挥爱心 然后今天接着又送了第二批的慰问的物资 我想所有的里民会感受到 我们协天公 玉璃公对这个为善不若仁厚 这个抛砖领域的议举 我想我仅个人仅代表 所有的乡亲 所有的里民 感谢我们玉璃公对我们乡亲的一个关怀 公所也说这些物资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它交到需要的民众手上 给予实质上的关怀 也呼吁民众这段疫情不稳定期间 落实防疫避免人多场合 一起共体时间 记者高松双玉璃正采访报道